今年是B肝疫苗滿40周年的日子 它在1981年的時候首次亮相 在過去肝病被稱為台灣國病 所以專家就開始積極的研究肝炎的防治 在基礎 臨床 急功位 各個方面都有亮眼的成果喔 我們為什麼會得B肝呢 在台灣它部分的密型肝炎是 因為母體垂直感染 也就是B肝帶原者的媽媽 在分娩的時候 將病毒傳染給新生兒 或只要註冊的B肝疫苗 絕大部分的新生兒 都可以免於B肝傳染 此外 性行為 針灸 刺青 魂媒 撐耳凍 共用刮鬍刀或牙刷等等 都有可能會互相傳染喔 被B型肝炎病毒感染之後 會導致一部分的感染者得到 慢性肝炎 肝硬化 最後變成肝癌 這就是所謂的肝病三部曲 但也有少部分的人沒有經過肝硬化 直接從肝炎變成肝癌 可見B肝的防治相當重要 那台灣是從什麼時候 開始全面接種B肝疫苗的呢 台灣是B型肝炎的高盛行地區 在全面接種疫苗之前 國民的代元率大概在15-20% 1984年台灣開始針對 B型肝炎表面抗原陽性的孕婦 所稱的嬰兒施打B型肝炎疫苗 接著從1984-86年開始 為新生兒全面接種B肝疫苗 從此以後呢 6歲兒童B型肝炎代元率 從1989年的10.5% 顯著下降至2007年的不到1% 肝炎防治居然也是 國家八大重點科技之一 行政院在民國71年 將肝炎防治列為國家八大重點科技之一 並於民國72年11月 核定了B型肝炎預防注射計畫 由行政院科技顧問組主導 這個厲害的計畫 由衛生署長帶領多名防疫官員 和國科會一起努力推展 B肝防治計畫的成功 是台灣工會史上的重要成就 不但讓國人擺脫國病的威脅 甚至還引領各國跟進耶 我們就這樣成為了 全球B肝防治的典範呢 那用科學的方法 可以計算得肝癌的風險嗎 是可以的 我們和陳建元院士 針對多個臨床指標 進行大量樣本的統計 已經建構出肝癌風險的計算器 其中以性別、年齡、肝功能 指數、V型肝炎、病毒E抗原 還有病毒量五個指標最為重要 也是現行肝癌風險計算器的構成因子 肝癌風險計算器已經推去APP了 大家知道嗎 它也被納入健保署的健康存折 每個人都可以自行檢測 不煩惱 那現在的技術 也沒有讓代言者得到更有效的治療呢 目前已經有很好的抗病毒藥物 可以治療B肝代言的患者 有許多研究證實 V型肝炎代言者 持續服用抗病毒藥物治療 可以有效地延緩肝病的進展 並且可以預防肝硬化 像衰竭以及肝癌的發生 舉例來說 經過B肝等抗病毒治療 可以降低肝癌的發生風險 75%左右 透過上面的網站統計結果顯示 B06至B09年間 嬰兒出生後 第一劑B肝疫苗接種率 都維持在99%以上喔 而國內幼童第二及第三劑 疫苗接種率分別為98%及97.4% 接著來看看 國小新生預防針接種記錄卡 接種完成率達到驚人的99% 而HBIG接種率則為98.1% 最後大家跟我一起唸 B肝疫苗40周年 我們一起小心肝 快快訂閱喔